懒杨阳和废杨阳因为太过富有被旺财将军盯上 不仅其历时被抢 就连事务所也被砸了 在逃亡时 小黄将他们救下 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废杨阳和懒杨阳决定替他找到旺财将军的金库 只是旺财将军的金库并不好找 寻觅了很久 他们才打听到一个山洞 在他们刚进入 就碰到了丽将军 在经过短暂的交战后 废杨阳被抓 懒杨阳被击败 之后懒杨阳去找废杨阳时 却意外被士兵抓住 幸好在关键时候 喜阳阳出现 将懒杨阳救下 看到了喜阳阳 懒杨阳仿佛找到了主心骨 喜阳阳提议既然是找金库 他们完全可以假扮成宝物 旺财将军将看中的懒杨阳宝箱吸入眼镜 事实上旺财将军的金库就是在眼镜里 发现懒杨阳被吸走 喜阳阳立马冲出来和旺财将军战斗 虽然喜阳阳全力攻击 是可以打败旺财将军 但因为他体内有懒杨阳 喜阳阳不敢随便冒险 而灰太郎则是来到了第五层 也就是王宫这一层 因为救下了士兵长 灰太郎晋级成为了一名迎骨士兵 但在王宫里迎骨士兵也不是多么厉害的设定 毕竟在这里迎骨士兵比比皆是 为了能够有更多机会 以及能够去更多地方去调查 灰太郎特意问了要如何才能快速升职 士兵们告诉他只需要照顾骑兽就可以 只是这份工作有些危险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骑猫国 当初曼洋洋也被明日女王猫化 因为他走路太慢 于是明日女王给了他两颗骑兽球 让他自己去抓骑兽做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曼洋洋抓的骑兽还是红太郎母子 如今灰太郎去照顾骑兽 其实也算是填补了当初灰太郎 不在红太郎母子身边的遗憾 不过灰太郎在照顾骑兽的时候 还发生了一件乌龙事 他竟然把骑兽当成了骑猫国居民 后来还是在骑兽王剩下了两只小骑兽后 灰太郎才反应过来 不过他和骑兽之间的感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轻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肥宅 下期节目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